他们被称为两栖雄狮 各个身怀绝技 面对隐藏在海底的炸弹 他们该迎合命对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海上蛟龙上级 2015年剩下的一个中午 深圳边防支队机动大队三中队的几名官兵 紧张地做着出海准备 这是一支善于海上作战的队伍 被人称为海上蛟龙 无论是打击走私 偷渡 还是贩毒等海上犯罪行动 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如今他们接到报警 大煤沙海域有人投放了一枚炸弹 正好是端午节 路员人数打五万人 在海里游泳的就将近一万人以上 摩托艇加上快艇的 如果当时在沙滩附近的海域爆掉了 那个人员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水下搜索正是他们的强项 但是大海里寻找炸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仅仅依靠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 战友们在一旁忙着帮他们准备设备 一个个箱子盒子都是搜索打捞炸弹 必不可少的力气 海里搜索如果没有坐标的话 那就是大海捞针 一个潜水员一个小时也只能搜索 一百平方左右的海域 那如果是那个给你指定一个海域 没有给你具体方位的话 那根本就是没办法完成的 这支队伍常名驻守在深圳大雷沙 前往事故地点非常便利 海边骄阳似火 人头攒动 这正是来这里旅游的好季节 毫不知情的游客 还在尽情享受着这午后的阳光 而海上特勤队这边官兵的心 却悬到了嗓子眼 很快搜索工作展开 队长黄永继并没有立刻派队员下水 而是在车上先支起了装备 这样一个盒子究竟能对搜索起到什么作用呢 水下声纳 简单来讲就跟咱们人体造B超一个原理 里头有什么 水下有什么 海床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有什么可疑物体 我们都能够通过水下的声纳进行判定 只见声纳的屏幕上出现了我们看不懂的波形 B也有一对疑点 而黄永继和他的队友们 就是依靠这个来判断爆炸物可能的位置 而这没有经过长期训练 是很难迅速做出判断的 对声纳的判断呢 一般需要有时间 长时间的工作经验 对于我们应急处突的队伍来讲 时间等同于生命 每一秒的时间 可能你能多挽救一条生命 泳池声纳搜索训练 就是要使每名队员都拥有一双慧眼 这是将要用来练习的三个目标 三名队员会随意选择地法将它们放到水中 然后其他队员再使用声纳箱来探测这三个物体的大致位置 如此复杂的波形要想能快速看懂 并且准确判断出炸弹的方向并不容易 如果判断失误 就极有可能在关键行动中耽误时间 导致行动失败 水下声纳通过发射声波 可疑物体会通过反射回来的波段 我们进行判断 我们在声纳的显示屏上 就能确定可疑物体的大致方位 这样子方便我们潜水员下水打捞 水下声纳反馈回来的波形有好几种颜色 绿色通常代表水纹的变化 黄色则是代表河床的礁石等物体 而粉红色的出现就比较危险了 一般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物体 比如轮胎或者是金属物体 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炸弹 然后声纳的这种扫 波扫也分几个 一个是圆形 360度的圆形扫 还有扇形扫 为什么 因为声纳头在海底里面 它是固定不住的 我们只能够通过不停地对海底进行扫描 然后对可疑点进行不停地判断 然后多次判断 然后才确定可疑物体具体的方位 反复的练习会使队员们根据波形 迅速找到目标物体的具体位置范围 日复一日的练习终于练就了一身本领 现在这些要派上用武之地了 首先他们确定了三个可疑位置 于是黄勇继立刻将四名蛙人分成了两组 可他却只派一组人下海前去搜索 另外一组随时候命 如此紧急的任务 为什么不多派几组队员同时执行任务呢 三个可疑物体相对非常近 那么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你三个各放三组队员下去 一旦一组有问题 其他两组人就会直接面临的生命危险 孟静和杜俊德将要从这个平台上直接跳入海中奔赴目标 而另外一组队员则会在船上观看他们的动向 随时准备出动 四个人都是中队的元老级战士 是黄勇继最得力的助手 然而没有人能够想到 刚到这里时 孟静却着实是让队长头疼了一段时间 孟静这小伙子刚来队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特别欣赏他 但是一旦是涉水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很纠结 为什么 他在训练的过程中都特别怕水 其实他已经掌握了这项技能 但是一旦到海里的时候 他很慌 到最后我们对他能不能胜任我们队伍这份工作 就慢慢的产生了怀疑 而这就是孟静最害怕的海上跳水课 正是这个科目差点让他被这个队伍淘汰 跳水之前 每个人的手脚都要被捆绑住 跳 这个训练完全是锻炼胆量 以及人与水的亲和度的 过来点 这边还没有 什么呢 跳 跳 小伙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水里训练 应该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 眼看着队友们一个个跳下了高台 梦静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立场 不就是个新的训练科目吗 但是当他走到平台上时 立刻就感到眼前一阵眩晕 再走点 肌肉放松点 快 过来 放松点 放松点 你这么紧张怎么下水 往下一看 其实还是有距离的 心里面恐惧感 就不敢跳 手脚有点硬 有点不听自己使唤 就跳 梦静 好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跳 跳啊 梦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明白 作为军人 遇到困难后退是不可以的 但是要说一咬牙就跳下去 他也是真的做不到 就这样站在那里僵持着 这上面待了 待了将近几分钟 时间越长 脑子越空白 越不听使唤 产生这样的恐惧 还是对水不太熟悉 如果梦静在水中 能像岸上一样自如的话 恐惧也许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多接触水 训练结束后 黄勇记经常会带着几个 不敢跳水的队员 去进行海上漂浮训练 可是这看上去非常简单的训练 对锻炼他们跳水会有帮助吗 其实他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水 水其实是我们的朋友 他在水没法放松 我们通过绑手绑脚的训练 是让他强化他对水的理解能力 然后让他怎么去更好的去利用水 让他在水里面很开心 很信任的进行工作 逐渐的梦静可以平静的飘在海里了 而跳水也不再是恐怖的事情了 五年过去了 如今背负着数十千克重的装备跳水 对于梦境来说 也是一如反常 海里的环境复杂 礁石甚至百姓的鱼箱等物体 都极有可能被生纳箱判断为可疑物 所以究竟哪个才是炸弹 还是需要人前去排查 很快两个人就潜到了 第一个可疑物所在的方位 忽然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体出现了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报废的轮胎 那么这究竟是不是爆炸物呢 他们被称为两栖雄狮 各个身怀绝技 面对隐藏在海底的炸弹 他们该如何应对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海上蛟龙上级 此时杜骏德用手中的工具 不断在目标物体上探寻着 这是什么工具 凭他就可以探查出 这究竟是不是炸弹吗 当我们潜水员在水下 通过金属探测器去监听的时候 金属探测器会发出同样的声响 一旦碰到金属物体 它的声响就会不一样 这样子潜水员通过声响来判明 他现在所探的区域 究竟是否存在可疑物体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本事 可这一次训练 梦静决定玩个新花样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竟然是把杜骏德的眼睛蒙上 看着杜骏德被蒙上眼睛后 无助的样子 真担心 他是否还能够胜任这项训练 采用蒙眼式的方式来操作金属探测器 因为毕竟有时候在海下 没有那么好的水质给我们 当时是很紧张的 基本什么都看不见 全靠金属探测器的反应 来判断物体离我们的远近 金属探测器遇到金属就会发出声响 而探测器上的仪表盘指针 也会发生抖动 现在就是要依靠金属探测器 来将这串钥匙找出来 那么眼前的可疑物体 究竟是不是他们所要寻找的炸弹呢 然而两个人在可疑物体附近反复探测 却并没有听到金属探测器发出声响 而表盘上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看来这里是安全的 这只是一个废弃的轮胎 两个人准备奔赴下一个目标 波形显示表明 两个目标距离不是很远 可是水下的光线并不算好 因此寻找起来并不省力 突然杜俊德似乎发现了什么 当发现第二个可疑物体的时候 同伴给了一个危险手势 然后我这边心里面就明白 这个物体可能是一个疑似爆炸物 可疑物的外形 以及金属探测器声音和仪表的变化 都表示 这可能就是所要找的爆炸物 顿时两个人紧张了起来 梦境小心翼翼地 一点一点地靠近爆炸物 仔细辨认了起来 我潜游过去 进行这个仔细观察 发现它这个疑似爆炸物 上下左右都没有引线 跟我们平常所看到的 所了解的这个爆炸物 是不一样 它没有引线 两个人再三确认 这是为了分散战士们注意力的假炸弹 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但是这两个都不是炸弹 那么下一个应该就是真炸弹 一刻也不能停留 必须立刻前去寻找第三个可疑物体 两名队员的清理越来越急 前两个炸弹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 如果再不赶紧行动 找到第三个炸弹 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造成可怕的后果 而水下似乎变得越来越浑浊 当时台风已经过来了 海上起了白头浪 当我们下潜的时候 水下一片浑浊 看不见 我们就心里面很着急 因为要越早发现这个炸弹越好 天色越来越阴暗 海上起了浪 海水翻滚着 水下视野越来越差 两个人加快了行进速度 这时意外发生了 梦静被渔网死死的缠住 而此时杜军德在前面搜索 对于身后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 梦静也无法通知他 渔网越缠越紧 怎么办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具有这个自救功能 那个一旦有极难显重的任务 或者是遭遇敌人 那个对我们进行控制的时候 把我们手脚捆住了 把我们丢到海里面 我们依然能够很坚定的去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 作为队员必须学会自我挣脱 像这种在水中被绑上手脚自我挣脱的训练经常会进行 可这样的挣脱在陆地上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在水里 在水底下 眼睛是看不 其实看得很模糊的 看得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影像 我们就用牙齿去咬 也找不到方位 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咬 所以说就一开始是进行盲咬 牙齿从疼到麻木 一直到灵活自如 每一个队员都练出了一副铁齿钢牙 无数次训练 让他们面对危机时 都可以最大程度实现自救 而这一次被渔网缠住 对他们来说解决起来易如反掌 潜水刀是每个战士执行任务时必备的 只要把装备脱下来 慢慢将渔网割断除去便可以了 而此时岸上的人已经有些着急了 当时特别紧张 为什么 我们通过这个水面上的气泡走向 已经大概的能够判定 他已经离开了第二个可疑点 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气瓶的用气量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队员上来 所以说在水面上的队员非常的紧张 而孟静和杜俊德在水下更是着急 耽误了这么多时间 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他们在加快行进速度的同时 也变得更加谨慎 终于 疑似物如期出现在了目标区域内 而无论从判测器传回的声音 还是仪表指示都显示 它极有可能是个爆炸物 疑似物上 引线同丝都很齐全 这使两个人确定这确实是个炸弹 而且更为可怕的是 这竟然是一个定时炸弹 然而这是意外发生了 这间杜俊德打了一个手势 两个人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笔划开来 究竟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让两个人竟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战友这边给我做了一个断气的手势 我这边就心里面就感觉很紧张 因为这个断气的手势 是我们平常在潜水过程中 比较危急 一般不经常用 断气证明 它这个气体已经没有了 而杜俊德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手势 来将他的危机通知给战友 在水下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法使用语言 队员之间的交流全靠手势 为了熟悉这些手势 平日间队员们有空了 就用手语笔划上一会儿 我们一般都会有水下手语 你比如OK了 上下 有问题 危险 我们通过这个来进行沟通 在海里面的工作就显得更加简单跟方便一些 现在 杜俊德氧气耗尽 而炸弹上的时间在不断缩短 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梦境要将自己的备用呼吸器给杜俊德换上 可水下要往嘴里塞进去一个东西 又不使对方枪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水下咬到新的呼吸器后 即使憋了再久的气也不能直接吸气 而是先要把第一口气呼出去 这样呼吸器上所携带的水也就被排了出去 如今 换呼吸器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是件难事 那么炸弹又该怎样处理呢 处理炸弹有一般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那个在原地引爆 目前那个在大煤沙人数 海里人数那么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 第二个是直接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区域之后 然后再进行处理 第三 现场拆除 炸弹如今马上就要爆炸 现场拆除恐怕是最好的方法 不及时处理 不仅游人的安危会受到威胁 就连两名队员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线给剪断 及时把这个安全隐患给排除 线里面就踏实了 就算炸弹被拆除 也不可以留在原地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怎么样 不关键了 放大火已开除 好的 返回 随着两个人浮出水面 这场演习也完美结束了 他们能够长时间潜行在海底 神秘而又新奇 面对溺水者 他们又有哪些绝妙高招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海上蛟龙下集